嗨,我是Carrie 最近介紹大家書有點介紹的膩了 所以今天我要來講最近我看的10部電影跟電視劇 我知道大部分訂閱我頻道的人都是喜歡看我介紹書的影片 通常我在講電影或者是影集的影片都表現不會太好 但是... I don't care 反正這個頻道本來就只是我的興趣 要是連我想做的影片都不能做就太痛苦了 首先第一個是我今年開年看的第一部電影 是一部有點老的電影叫做 Mystic River 中文翻譯叫做神秘河流 故事的主角是三個從小在波士頓一起長大的小男生 他們三個小時候有一天在路邊玩的時候 被兩個假扮是警察的成年男子搭話 然後因為這三個小朋友在路邊有一點點在破壞公共設施 所以這個假扮成警察的男子就以破壞公共設施為由 把他們訓了一頓 然後把其中一個叫做Dave的小男生帶上了車 過了幾個小時以後當然大家就發現Dave其實是被綁架 那這兩個假裝成警察的男子其實是戀童癖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就不用我再解釋了 過了大概三四天Dave雖然被救回來了 但是他當然也經歷了一連串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這三個小朋友雖然從小一起長大 因為這些事件因為一些人生上面的轉變 他們越長大也就越分道揚鑣了 故事的開始是這三個人都已經長大成人了 其中一個人叫做 Sean 他長大以後混了黑道被抓進去監獄關國 出獄以後後來變成了一個雜貨店的老闆 在故事的開始他19歲的女兒遇害被人發現他的屍體 被指派要負責調查這個案件的警察 就是當初這三個小男生裡面的另外一個小男生 叫做 Jimmy 調查者發現主要的嫌疑犯就是當年被綁架走的小男生 Dave 所以 Jimmy 這個警察 Dave 這個當初被綁架走的小男生 Sean 是長大以後變成黑道的這個爸爸 這三個小男生長大以後因為這個事件又重新聚在一起 這部電影其實我是隨便在Netflix上面剛好看到他上架我就找來看 我知道他是一本蠻有名的小說改編的電影 雖然我沒有看過但是我印象一直很深刻就是 CN潘在這部電影裡面的表現好像很多人都有在談論 這部電影我最後給兩顆心 如果有人看過小說的話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小說有沒有比較好看 還是這部電影其實是非常的比照小說改編的 因為我覺得他的故事劇情非常無聊 對於有心理疾病的人有著非常不健康非常批判性的討論 整部電影下來我覺得除了三個演員的演技非常好以外 我對他沒有任何好話可以講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紅 甚至我會說同樣這部電影如果重新在2024年出版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會受到蠻大的批評的 尤其他非常惹怒的就是對於心理疾病這方面的討論 CN潘飾演的Sean這個混過黑道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男人主義過度重視所謂的男子氣概的角色 這部電影的結局真的讓我覺得他仿佛是在說 我們可以利用有心理疾病的人 我們可以對這些有心理疾病的人置之不離 我們可以對他們於取於求 或許這並不是這本小說這部導演想要表達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他的劇情上有非常大的問題 他是有點推理懸疑的故事線 但是我會說他的轉折也非常的不精彩 所以從頭到尾我心裡是抱持著非常多的問號看完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對於心理疾病這方面的議題比較重視的話 我覺得這部片可以跳過 再來第二部電影是Bottoms 中文翻譯叫做酷兒搏擊俱樂部 這個算是校園青春片 主要在講一對好朋友 他們兩個都是lesbian 兩個在學校都有各自暗戀的對象 一個喜歡學校的一個風雲人物 一個喜歡這個風雲人物旁邊的一個大美女 但是呢他們兩個的個性都是屬於那種怪咖的個性 在學校是屬於邊緣人的族群 所以一直沒有成功的能夠跟自己心儀的對象搭上話成為好朋友 他們兩個就決定想要創一個社團 以此為契機來認識他們暗戀的人 這部電影我最後給4.5顆星 我非常喜歡 如果你有看過你跟我說這部片是蝦片的話 我完全可以理解 首先這個電影的導演是之前導有Shiva Baby的導演 所以這部電影的兩大女主角之一Rachel這個演員 也是Shiva Baby的主要女演員 如果你有看過Shiva Baby的話你就會發現 這個導演的第二部電影跟他的第一部電影 簡直是天壤之別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類型 在他第一部電影成功以後 他的第二部電影直接180度轉變 變成另外一個電影風格 我覺得是一個很有種 而且也證明他非常有才的一個決定 首先這部電影的笑點完全是我的才 非常的cult片 非常的荒謬 非常的你從頭到尾看 就是會在心裡想說 WTF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他是校園青春片 校園青春片在我看過的裡面 大部分我都覺得蠻無聊蠻瞎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導演在這個已經被玩到爛掉的 校園片種類裡面 有玩出一個新花樣 通常大家看過的美國校園片 一定都是非常的強調 男性角色要會運動 通常男性角色們都是什麼 橄欖球隊的隊長啊 籃球隊的隊長都是這一種 女性角色常常都是 要嘛要把他們寫的風雲人物一點 就是什麼啦啦隊的隊長 但是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女性角色 通常是壁花類型的角色 就是在學校沒有人注意到他 他是邊緣人 但是偏偏這個學校的橄欖球隊隊長 風雲人物就看上他了 這種劇情在校園片裡面 常常我們都會看到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Bottoms這部片 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在校園片裡面 他居然是以對lesbian的視角出發 居然主角是lesbian 再來這部電影 從頭到尾都非常的以女性角色為主 如果我們講到女權電影商業片有芭比的話 我覺得校園片的代表就是這部電影 尤其他裡面大大的開了這些男性角色的玩笑 這裡面的男主角也是橄欖球隊的隊員 但是他們在這個電影裡面的作用 並不是什麼萬人迷或者是風雲人物 反而有一點點是笑料般的存在 等於把校園片這個傳統的公式直接反過來拍 再來就是我很喜歡他對於性向這個議題的討論 歐美國家本身對於性向的議題就比較開放 也已經有非常多的片都是在討論LGBT相關的主題 但是這部電影讓我覺得很特別的就是 他沒有讓我覺得在消費這個主題 在很多校園片裡面如果有LGBT的故事線 常常都是某個角色發現自己是同性戀 然後不敢出櫃很害怕在學校被霸凌很焦慮 然後最後終於找到自我出櫃 喔萬歲通常是這種公式 但是這部電影這些同性戀們就只是存在 就這樣他沒有去消費這個議題 讓我更喜歡就是裡面有一個是雙性戀的角色 他從本來跟男生在一起到他後來跟女生在一起 這個切換這個導演完全沒有讓這個角色去糾結 當然我知道這個有點過度理想化在現實中 你遇到這些性向上面的困惑 不可能瞬間一個按鈕這樣切換 但是就像我說的 我很喜歡他讓這個雙性戀的角色 發現自己喜歡女生的時候 是沒有猶豫是直接出手 是對自己的決定對自己的感覺非常有自信的 在校園片這個類型裡面 我覺得有這部電影的存在 是讓我非常開心的事 再來是一部日本電影叫做 這是我看的第一部 故事的主角是一個最近剛成為寡婦的媽媽 他在老公去世以後 獨自一個人保養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在他眼裡就是個性比較內向 常常話說不過三句 大部分的時間都關在自己的房間 結果呢 他開始觀察到他兒子在家裡 有很多反常的舉動 比如說回家的時候只剩一隻鞋子 或者是打開廁所他突然在剪自己的頭髮 這些舉動讓這個媽媽開始懷疑說 他的兒子在學校是不是遭遇到了什麼事情 結果他聽說了學校的某個老師 好像在霸凌他的兒子 他就很生氣的找到學校去想要討一個說法 那校方的態度就是非常的曖昧不明 但是在這一來一往 跟學校跟老師跟他的兒子交流之中 他也開始發現他兒子好像有他不太知道的一面 我一直都有聽過世之愈和這個導演 我知道有非常多人都很喜歡他 我自己現實生活中的朋友裡面 也有人是他的大粉絲 這部電影我最後給3.5顆星 我完全理解為什麼世之愈和有這麼廣大的信徒們 我覺得他拍攝的方法 他說故事的方法 真的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這部電影的前三分之二我都非常喜歡 最後我給3.5顆星的原因 是因為我不是那麼喜歡他最後的轉折 我比較希望故事可以更專注在這兩個主要小男生的角色之間 純粹的感情的羈絆 而不是最後的那個轉折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有一點點像你在看短片故事集的感覺 同樣一個主故事線但是它分成不同段 讓你從不同的視角去切入 每一次從一個新的視角切入 你就會彷彿又得到了什麼新的資訊 你就會又去推翻了你前面對於很多角色的假設 也透過這樣的拍攝方法會讓觀眾去重新思考說 我們好像常常會對不認識的人忘下一些定論 他的這個拍攝手法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尤其是每一個故事每一個視角都有一種不完整的感覺 都有一種雖然你已經給了我另外一個視角 可是我總覺得你好像還有什麼沒跟我講的 這個空白感這些沒有辦法說出的故事 我覺得反而更加的去強調這個導演想講的 我們不該忘下定論這件事情 因為有太多的空白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的 3.5顆星 接下來是一個英國的影集叫做Slow Horses 中文翻譯叫做外放大物主 這個影集其實是你們推薦我的 我去年的時候看了前兩季非常喜歡 他最近剛好出了最新的一季所以我就找來看 故事的主角是Gary Oh 演的這個傳奇性的間諜 但是他雖然是一個非常厲害的間諜 可是生活非常的不檢點 衛生習慣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沒有團隊精神 所以他現在算是有一點被英國情報局踢出來 在情報局的邊邊讓他負責管理一個小的單位 這個單位專門收留一些英國情報局踢出來的 可能能力不足 可能態度有問題 可能因為任何原因不適合待在正式的情報局的人 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歡看那種小兵力大功 喜歡看那種看似非常沒有能力 但是實質上各自有各自專長的地方 這種類型的故事劇情的話 這一部影集你應該也會蠻喜歡的 這整個系列讓我很喜歡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是認真的間諜片 不像是美國或者是很多主流的間諜片 是打著間諜的旗子 可是他們實質上是動作片 這部當然也不乏有動作片的場景 可是他的主要劇情以及他的所有角色 之所以厲害之所以有價值 都是他們收集情報真正的身為間諜的能力 所以我可以想像有些人應該會覺得這個影集蠻無聊 但如果你跟我一樣喜歡看那種 有點old school 的間諜 真正的諜對諜 情報跟情報之間的戰爭的話 我會蠻推薦這個影集給你們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他第四季應該也快要出了 雖然他整體的故事節奏算是比較慢的 但是我會說一旦你花了時間跟這些角色相處 一旦你開始慢慢認識這裡面每一個 看似非常沒有能力的角色 你會越來越喜歡這個團隊 越來越喜歡看他們以一個團隊去打擊犯罪的感覺 四顆星 接下來這部電影是The Holdovers 中文翻譯叫做《滯留生》 故事的主角Paul 是一個有一點像是貴族學校裡面古代史的老師 在故事的開頭他有一點點算是被校方懲罰 在聖誕節假期的時候要留校看守 被懲罰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太正直了 太認真的當老師了 不小心把一個捐很多錢給學校的 人的兒子當了 所以校長就決定處罰他 擔任今年聖誕節留守的教師 這個故事的主角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Paul這個留校看守的老師 第二個是一個被留校查看的學生叫做Angus 第三個是這個學校的主廚叫做Mary 他的兒子最近剛從這個貴族學校畢業 但是因為參與而越戰 不幸在戰爭中上升 所以這個聖誕節他就決定要留在學校的療傷 這部電影也就是這三個人 在這一次的聖誕假期 在這個留校查看的期間 三個人產生的感情 這部電影我超級喜歡 最後給4.5顆星 整部電影的拍攝方法很像一種 你從底片機拍出去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那種舅舅的畫面感 這部電影你應該會跟我一樣看的時候 覺得他拍得非常的美 除了畫面感以外 我覺得這部電影另外一個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他的對話 他的台詞 一點都沒有台詞感 角色跟角色之間對話 不僅演技非常的自然 台詞也都真的像是你在現實生活中 剛認識朋友 試圖要交新朋友的時候 的那個尷尬感 都一點都沒有去修飾他 除了這些非常自然非常日常的對話以外 你還能很深刻的感受到 有一些非常有設計過的台詞 有一些如果有看過這部電影 絕對會讓你留下印象的台詞 再來就是這部電影的配樂配得非常好 當然我可以想像 可能不會是每個人的菜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配得有點太慫了 但對我來說我非常喜歡他 中間時不時會穿插有一種MV感 突然在一些沒有角色對話的場景的部分 會放那種很像70年代80年代 美國民謠類型的音樂 配上大學的場景 配上學校的場景 就像我說的會突然有一種 在電影中間瞬間讓你覺得 你好像在看什麼MV一樣的感覺 我自己是很喜歡 通常每到聖誕節時期的時候 美國就很常會推出聖誕節主題的電影 那通常這種聖誕節主題的電影 因為時間的關係都是那種 比較大團圓啊很歡樂啊 賀歲片的感覺 那種通常我不太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這部電影同樣在這個時節出產 同樣也打著一個聖誕節的感覺 但是卻是讓我覺得是屬於我的 賀歲片 沒有過度的剪輯 沒有過度的戲劇化 沒有浮誇的演技 真的很久沒有看到這種仿佛 只是一台攝影機幾個演員 簡單的台詞 但是卻可以帶出你很深層的感情 的電影 另外一個讓我覺得很天才 就是這個導演怎麼樣去揭發 這每一個主要角色各自的背景故事 每一個角色生活中的困難 他們生活中的掙扎 他都是在算得非常精準的時機點 透一點光給你 讓你看到一點點什麼 整個電影在哪一個時間點 該讓你知道什麼事 該讓你認識哪些角色 該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都是非常精準的計算過的 節奏抓得非常的完美 就是你會覺得這個電影的輪子 是一直在滾的 不會因為某一些戲劇化的事情而停下來 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就是 每一個看似平凡的人 各自生活都有自己的困難 本來時間就不會為任何一個人停止 接下來我看了一個我自己蠻期待的影集 就是最新Amazon改編的 薄熙傑克森 大家也都知道薄熙傑克森 書非常的紅 之前被改編成的電影 大家應該是都蠻有共識 覺得蠻爛的 所以當初Amazon宣布 要重新改編成電視劇的時候 我自己是很期待的 加上作者Rick Riordan 是有跟著Amazon宣布說 這次他會加入編劇的行列 我跟大家保證我絕對不會搞砸這樣 所以我自己是蠻期待這部電視劇的 我前陣子把它看完了 目前只有第一季 這個影集我最後是給大概3.5顆星左右的分數 絕對比電影好 但是我覺得它不太有達到我預期中該有的水準 整體上我覺得第一季才七八集吧 並沒有很多集 但是中間一度讓我覺得劇情上蠻拖的 再來第二個 讓我覺得有一點點解的就是 這部電視劇非常極度的政治正確這件事情 當然這樣沒有什麼錯 只是即便連那種三個復仇女神的角色 當他們三個女神這樣坐在一個長椅上的時候 這三個女神都一定要是一個黑一個白一個亞洲人 這部影集的所有角色也都是非常明顯的一個種族一個角色 我自己是覺得稍微有一點點太刻意 但是並沒有影響到我的觀影體驗啦 只是我會一直注意到這件事情 整體上我是覺得不錯的如果你本身就有喜歡這個故事的話 我覺得它各個希臘神的選角也比電影好非常多 雖然我剛說它中間有一點點拖 但是它最後兩集速度有找回來 有讓我想要繼續看它第二集 如果有出的話我是會蠻有興趣繼續找來看 再來我終於看了 《蜘蛛人穿越新宇宙》這部電影 我自己以前大學的時候 一度因為同學的關係還蠻常看Marvel的電影 但是後來越來越少看 我已經脫離Marvel這個宇宙觀非常久了 但是之前這部動畫版的蜘蛛人的第一集出的時候 我看完讓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最近無聊就找了這個續集來看 首先我覺得這個系列 這個動畫版的蜘蛛人 真的紅的非常有道理 難怪它的評分可以這麼高 在漫威這個已經被玩到爛掉非常非常公式化的宇宙觀下 我覺得它以動畫的方法 不要講動畫它是有認真的在設計它的故事線的 有認真的在這個非常公式化的世界觀下 玩出了一個新的花樣 這部電影我最後是給4.5顆星 我非常喜歡這個系列的美術設計跟它的動畫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蠻挑人的 它的動畫非常的有美式漫畫感 以及那種塗鴉的感覺 所以看你喜不喜歡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整個動畫 因為是一個多重宇宙的世界觀 有很多那種切換不同宇宙的時候 它的那個動畫其實是非常閃光類型的動畫 所以如果你看了前20分鐘 覺得那個讓你不太舒服的話 那這整部電影兩個半小時 基本上常常會出現這種類型的畫面 所以看你能不能夠接受 通常有任何時間穿越 或者是多重宇宙這種類型的情節 我都不太喜歡 就不知道為什麼常常不是我的菜 可是這部電影在多重宇宙的世界觀下 卻非常的重我 我覺得是因為它在蜘蛛人這一個故事上 透過多重宇宙這個概念 把所有的蜘蛛人串起來 以及因為多重宇宙的關係 它可以無限的延伸各式各樣的蜘蛛人 我覺得超級無敵有創意 每一個蜘蛛人蜘蛛女的角色 也都各自有非常獨特的個性 我覺得它們是非常用心的在建構每一個角色的 加上在創新的同時 我覺得它仍然保有了為什麼 我曾經那麼喜歡Marvel的一些元素 它的幽默 它的快節奏 它的一群英雄成為一個團隊 成為一個家人的那個感覺 這部動畫都有完美的保存下來 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 對Marvel已經失去興趣 但是並沒有完全的討厭英雄片的話 這一系列的動畫我會非常推薦 雖然我在看這部以前 因為這部是續集嘛 我以為續集就沒了 結果我看到最後剩11分鐘就要結束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感覺演不完在幹嘛 結果最後發現它第二集 居然給我分part1跟part2 part2應該是今年會出啦 可是我就很火大我想說 我花了兩個半小時還沒看到結局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非常喜歡這部動畫 4.5顆星 接下來這部電影是最近奧斯卡非常熱門的 Anatomy of Fall 中文翻譯叫做 《罪惡真相》 故事的主要角色是一對夫妻 他們有一個11歲的兒子 然後這一家人住在一個小木屋裡面 那他的兒子因為一些意外 有部分的視力受損 某一天這個老公被人發現 沉濕在小木屋外面的雪地裡 從他死掉的角度以及場景看起來 他應該是從小木屋的樓上摔下來的 警察也開始調查這個案件 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 也因為這樣這個老婆 變成了一個非常有利的嫌疑人 這部電影故事如其名 真的就是 Anatomy of Fall 真的就是非常結構性去解剖 這一個事件 這一個老公摔死的事件 這裡面有非常多法庭的戲 因為這個媽媽變成了嫌疑人 所以她是怎麼樣 需要聘請自己的律師 需要怎麼樣上法庭去解釋很多 他們的婚姻生活 是怎麼樣需要在她的兒子面前 非常赤裸地攤開她這一段 婚姻生活的各種關係 她透過這個非常理性的解剖的角度 非常殘忍非常血淋淋的 讓觀眾去感受一段 婚姻的維持是多麼的困難 不要講婚姻就是 人跟人之間相處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從來都不是非常單一 從來都不是非常單純的 有非常多生活的因素 環境的因素 外在的因素 會附加在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之上 尤其當身為媽媽的這個主角 必須要在法庭上 在這麼多根本不認識自己的人面前 赤裸裸地跟外人介紹自己的婚姻生活 介紹自己的個性 介紹自己的老公 介紹所有曾經芝麻蒜皮 發生在這個小家庭上的事情 一切的一切都被當成法庭上的證據的時候 是一件多殘忍的事情 不管是對這個媽媽來講 還是對這個兒子來講 當我們要去解剖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會是一件多麼不浪漫 多麼讓人不舒服的事情 這一部電影我最後給四顆星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感受到 這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但是就是沒有到那麼打動我 我自己覺得是因為 這部電影的結構性 因為他要以一個非常結構性 非常沒有感情的角度切入去探討 一個非常複雜非常難解剖的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這件事情 這一個角度我覺得非常天才 也非常特別非常有創意 這是他的特色 但同事對我來說 也是為什麼沒有到那麼打動我的原因 整體上我還是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尤其是飾演媽媽這個女主角 以及兒子的這個小童星 這兩個演員的演技真的太好了 會讓你看到這樣的一個事件 對這個家庭的影響是有多大 是一件多殘忍的事情 再來是一部法國電影叫做 The Crime is Mine 中文翻譯叫做最美人 這部電影的時空背景是設在 30年代左右的巴黎 有兩個非常好的好朋友 一個想要成為非常成功的女演員 一個想要成為非常成功的女律師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住在一起 故事的開頭這個女演員 被一個導演邀到他的豪宅去 要討論最新的劇本 結果發現這個導演只不過是想要 對他毛手毛腳 他就非常氣憤的奪門而出 結果過了幾個小時以後 警察發現這個導演死在自己的家裡 那當然這個女演員 就成為了非常有力的嫌疑犯 但是他的這個好朋友 律師的角色 就想說 那我們乾脆利用這個誤會 我們來演一場認罪的大戲 幫助我們兩個的事業 我當你的辯護律師 你好好地飾演這一齣認罪的戲嗎 以要成為當紅的女演員 我覺得這部電影很特別是 他以一個非常幽默非常揶揄的方法 去嘲諷了那個年代對於女性的很多偏見 以及他很多回想 或者是要去描述某些場景的部分 都是以一個穿插黑白墨具的表演方法 讓我覺得蠻特別的 再來就是這個劇情設計 我也覺得非常的有巧思 就是這兩個女生 因為活在那個年代沒有人重視女性 雖然各自都非常有能力 但是他們想要展露頭角的方法 卻只能是承認他們沒有犯的罪 其中更有一句台詞說 在兩性平權之前 女性想要得到他們想要的 就只能犯罪 有很多這種非常揶揄的台詞 我自己是看了蠻喜歡的 如果你喜歡Knives Out這種 然後能夠接受法式幽默的話 這部電影我會蠻推薦的 雖然他的後半段 稍微讓我覺得有一點點脫 但整體上我覺得他的故事線 以及他整個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的設定 非常的有趣 3.5顆星 再來最後一個是我終於看了一個非常多人推薦 非常經典的電影 就是Mahalland Drive 中文翻譯叫做 木荷蘭大道 這部電影的設定是在好萊塢 在一個叫做木荷蘭大道的路上 有一個叫做Rita的女人 她遇到了一場車禍 那這個車禍她倖存了下來 可是因為嚴重的腦部創傷 她失去的記憶 她也不記得自己是誰 那她半夢半醒跌跌撞撞的來到了一個公寓 就決定藏身於這個公寓中 另外一個女主角是一個剛來到好萊塢 夢想成為女演員的角色叫做Betty 她為了原夢飛來洛杉磯 她姑姑因為有事外出 所以Betty剛好可以暫時住在她姑姑的公寓裡 結果她租進公寓的那天發現床上躺了一個 失憶的女人 就是Rita 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 不知道自己名字是什麼 錢包裡面有非常多現金 還有一把藍色的鑰匙 所以Betty就決定幫Rita找回記憶 這部電影也超級長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還有個兩個半小時左右 但是我覺得以前的電影就是有一種魔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浪漫化了 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她一點都不敢 利用這些留白的部分 安靜的部分 脫的部分 反而更完整的建立了 我會說是她的氛圍 比如說有個場景所有人等著一個人 品嘗她的咖啡想看她滿不滿意 就這個場景 從咖啡進來 這個人端起咖啡杯到喝 這一整段明明兩秒就可以結束 可是她拍得很慢 但也因為這個慢 反而會讓觀眾整個被吸進去 跟著角色一起很緊張說 天啊這個人到底喜不喜歡這一口咖啡 有很多這種場景 讓我覺得滿有魔力的 這部電影我會說 如果你喜歡諾蘭的電影 如果你喜歡那種 到底什麼是現實 到底什麼是夢 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誰講的是假的 感覺每個角色的對話 都讓你摸不著頭緒 但是彷彿好像又有什麼事 在背景發生的感覺 這種氛圍的片的話 我覺得你會滿喜歡這部電影的 對我來說前半段我都非常喜歡 我幾乎要給到快滿分的分數 我覺得她氛圍建立角色 台詞都設計得非常好 但是最後的轉折 我覺得在那個年代 因為這部電影我記得是70年代嗎 是2001耶 我還以為她是70年代 不管怎麼樣 在那個年代 她這個轉折可能滿有種 可能滿特別 可能滿前衛的 但是現在2024年 我自己看的感覺是 沒有讓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 當然我會說不要太相信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 因為她真的太經典太多人喜歡了 我自己剛好對於這種 似夢非夢的劇情設定不太喜歡 所以她的轉折本來就不會是我的菜 但就像我說的 如果你是諾蘭的粉絲 你喜歡諾蘭類型的劇情的話 我覺得這部片你可以嘗試看看 這部電影我最後給三顆星 好以上就是我最近看的10部電影跟影集 如果你有看過以上幾部的話 歡迎留言跟我說你喜不喜歡 或者是你最近看到什麼喜歡的 也歡迎留言推薦我 好那我們下次見 掰